关山镇社区联合旗舰成果展计采接活动 11月6号下午在关山天后宫集合 结合社区关怀据点文件站的长者以及志工们 所规划的采接游行 除了展现各社区的特色外 同时也希望宣导反暴力爱相随的理念 回到天后宫广场后 透过舞台表演以及社区产业的展授 展现社区活化与活力的成果 100年8月14号成立的中福社区跳鼓镇 为成果展揭开序幕 这项成果展以反暴力爱相随为主题 关山镇运动舞蹈发展协会林维军领事长 带领的团队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到社区指导妇女成长班练习大会舞 透过舞蹈排练及演出 强化防暴宣导的效果 促进社区健康安全 并且链接姐妹们的情感 一起向暴力说不 因为大旗舰儿少关怀的方案 社区中的儿少获得课业辅导与陪伴外 还有非洲鼓 律动 手作等才艺的学习 期许孩子们都能够勇敢向暴力说不 成为阳光儿童及青少年远离暴力 你要知道小朋友刚刚到我们社区来 非常的陌生 当我们经过一年之后 我们只要去到活动中心 他就会考过来暴力 就是这个感觉而已 我们得到的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那一份温暖 所以要在这里 我代表所有的儿少的小朋友 跟所有的长辈 所有的长官 说声谢谢 谢谢你们 让他们有陪伴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在社区得到温暖 在这里再一次说声谢谢 所有来宾 所有归宾 你们看到 历领我们大旗舰 一个成果展的 一个我们呈现的会场 有你们相伴 有你们支持 相信每一个社区将在明年的大旗舰 能够呈现出更好 更成熟 更完美的一个结果 在我们所有我们乡亲的面前 让大家认识 什么叫大旗舰 大家要认识 社区到底在做什么 这是我们希望让我们所有乡亲 能够了解 也感谢 那么多的社区的餐饮 让我们的大旗舰的活动 可以圆满 可以有一个丰盛的成果 这么多人这样苦练 呈现我们社区的成果 时间也不多 不要耽误大家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让我们的社区跟办公室的业务能够更合作 官山的社区业务更健全 能够展现我们社区合作的成果 呈现给县政府 我相信处长 我们的所有的团队都很认同 很肯定我们关山社区的努力 谢谢所有表演的团队 谢谢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们社区的支持 也谢谢今天来到的贵宾 给我们这么多的协助 今天刚刚看到所有的姐妹们 一起在鼓动青春 我觉得 镇长镇长在哪里 我很想问镇长 我们在关山镇宣导家暴就对了 我们履历这么强 应该没有人敢欺负我们的姐妹们 所以在关山要落实家暴玲瓏人 在关山我们希望所有的家庭都幸福平安 谢谢我们所有的社区 跟我们一起努力 那也代表我们饶庆礼县长 来谢谢所有我们关山的社区 所有的社区里面的伙伴 愿意一起来把福利社区化 落实在社区里面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学校也好 我们村里长也好 我们所有在关山地区的沸溺组织 一起合作 让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幸福 让我们社区越来越平安 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我们男性 我是参加国际男性交流协会 我们国际男性交流协会 每年113都放号令 我们113已经做完了 我今天来看到我们社区中心做这个活动 真的这个是我们女人 在家里要保护自己 然后接着让小孩子知道说 我们有一个社区 我真的很欣赏你们这个六个社区 真的办的这个活动 真的一起办 现场并有国际佛朗民歌舞蹈表演等 官山大旗舰 中福 电光 理容 风拳 北庄 德高 六个社区的表演节目陆续登场 活动中并且颁发模范社区及模范志工奖 感谢这群默默付出的社区伙伴 台东所在综合报告 悲畏软 黑色 暴力林中人 用爱拥抱我的家人 用爱拥抱我的家人 温7社区 灿灿 燈 耶